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大量的宣誓证词 专家分析影片和其他证据 指出计票过程存在舞弊争议 美国前总统川普批评 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相关的选举违规诉讼 是没有勇气与胆量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东时间3月1号 美国最高法院正式驳鬼了鲍尔律师的 两起诉讼 这两起诉讼分别是挑战 威斯康星州和亚利桑那州 去年11月3号的大选结果 鲍尔律师在社群媒体Telegram上 回应了该裁决 他写道 最高法院迄今未能解决大规模的选举欺诈 和多项违反宪法的行为 使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国家的总统职位 发生了政变 使我们政府中三个职权 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体系 都陷入腐败的瓦砺中 对于法治 对于一个共和国的未来 对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 这绝对是一场悲剧 除了批评最高法院不愿面对问题 美国鲍尔律师也在Telegram上表示 揭露美国2020年的大选真相 需要一段时间 如同进行一项大手术 需要有耐心 鲍尔律师还提醒美国人民 修复国家需要回到美国的立国之本 对神的信仰 新唐人海贼电视张瑞珍 整理报导 lesbian goofy 各自行字 WHO 瓦 来这部分 我们的发提醒伊有 最新唐人海贼电视Alex 1993 Jun咽 今天 recipes boats 被呈 cracking 果物 庁 岛 二 天 到 吴